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森总理在会谈中提到外媒炒作 外国将在柬埔寨境内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 继高金欢指出 红森总理重申 柬埔寨宪法禁止境内的外国军队 政府不可能违反宪法 引起外国在境内建立海军基地 因此他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怀疑或担忧 高金欢说 红森总理已经回函美国副总统彭斯 明确否认他关于中国将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基地的怀疑 美国大使威廉·海特认同红森总理博回外国在柬埔寨境内建立海军基地的说法 不过他认为双方有必要针对这个问题继续展开对话 亚洲时报15日发布标题为柬埔寨处于新冷战中心的报导 报导指出 自2017年中国游说柬埔寨在泰国湾的国公省深水港可以用作海军基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主持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检作为友好邻邦 双方合作公开透明不针对第三方 无可非议 希望有关方面正切看待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